去街上集 五岁半的小棉宝和沈儿教训了三个熊孩子一顿 沈亿从老师的办公室出来 不知道沈丰把小棉包带哪去了 从体育老师口中得知 沈丰刚才又跟人打架了 我弟弟为什么会打你 你弟弟就是手剑呗 文言 沈亿陪在腿侧的双手攥了攥拳头 他也很想手剑地揍一拳过去 一旁被咬了屁股的蝙蝠侠帮腔倒 你弟弟劣迹斑斑 本来就喜欢动手打人 另一个被咬了腿的胖子也接话道 他打人什么时候需要理由 看谁不爽了就动手 他打人也就算了 还带着那小野种动嘴咬人 把我还咬伤了 一听这话 沈亿打就拎住了他的衣领 几乎已经清楚缘由了 谁是小野种 说 沈亿同学 这里是学校 不准动手 好好说话 沈亿气得直接忽视了老师的劝阻 刚才就是你们三个 羞辱我家妹妹是小野种 我弟弟才动手的吧 三人有点慌了 但依然在极力狡辩 反正 就是沈风先动的手 对 就是他先动的手 我们可没敢跟他打 我和胖子还被小野 还被你妹妹咬伤了 对 我们身上可是有伤的 好啊 连我家乖巧董事的妹妹都动了手 看来情况确实很严重 沈亿点点头 一只手拎着矮个子的衣领 一只手掏了手机 你们父母的电话多少 你要做什么 蝙蝠侠奋力地挣扎了两下 没挣脱 这个沈亿看起来文文弱弱的 长得比女生还漂亮 没想到手上力气这么大 能麻烦老师把这三位同学家长的联系方式给我吗 我弟弟为什么会动手 我想原因已经很清楚了 沈亿同学 你先松手 这是学校自然会好好处理 老师 我认为这件事属于社会舆论 不归学校管 最近我妹妹的身世 成了很多无聊人士的谈资 没想到这种不良舆论 竟然会出现在校园里 这对我弟弟妹妹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所以我觉得 我的家长了解情况后 肯定会找这几位同学的父母好好谈谈 要实在谈不成 还有法律在 就不麻烦学校了 见老师有点犹豫 沈亿接着补充道 老师 这种事治标不治本是不行的 今天我弟弟因为同学辱骂妹妹而动了手 以为的追究先动手的人 这种事肯定还会有下一次 三个男生听到这里 急忙反驳 我们没有 老师 我们没有辱骂他的妹妹 沈亿缓了晃手里的手机 来找你们询问情况 我肯定是有备而来 先前这位同学那句小野种 我已经录音取证了 包括我们此时此刻谈的话 看着三个男生脸色大变 哑口无言 沈亿叹气道 老师 我没想到 至高初二的学生社会不良习气这么重 我是从至高出去的 感到十分震惊 这孩子虽然只有14岁 说话实在犀利 这话把整个学校都牵扯进来了 沈亿要到了三人家长的联系方式 就离开学校了 他毕竟只是个未成年 找人家家长算账的事 得交给自己家长去处理 然而 沈一回家还是慢了一步 沈小二回到主屋 自己就去书房取了爷爷那条马鞭 然后跪在大厅等着 还好一回家就把沈小六 骗到三省别墅去了 挨打这么丢脸的事 可不能被沈小六看见了 小阿爷还是要继续混的 不过一想到以后 身后跟着个惹毛了 会咬人的妹妹 就感觉贼爽 哈哈哈哈 挨顿鞭子送个屁 下次还敢来 说说前因后果 要解释 没有 只要打不死 小阿爷我还是那个小阿爷 永远做不了 让你们煎熬的沈大 沈风一脸倔强 不吭声 臭小子这副油盐不尽的样子 沈老爷子只感觉多看一眼 就见不着明天的太阳了 气得浑身发抖 简直顽劣不堪 话音落 老头手里的马鞭刷的一下 朝着臭小子的后背抽了过去 沈一进大厅就撞见了这一幕 想也没想 一个剑步冲过去 就抱住了跪在地上的沈风 鞭子抽人不伤筋骨 也是最痛的 冷汗瞬间冒了出来 痛得他浑身一僵 爷爷 别打 柳淑云拉着棉保 在沈一后面一步进屋 老爷子这一鞭子 在场的所有人都僵住了 包括老头自己 沈一从小别说挨打了 挨骂都不曾有过 被照顾得有多金贵可想而知 将在门口的棉保 最先反应过来 眼眶一红 把腿就跑了过去 不要打哥哥 不要打哥哥 其次是沈风 哥哥用力一挥 一把推开了 从身后抱住他的沈翼 谁要你帮我挡了 你自己几斤几两不清楚 沈小二心底的情绪异常复杂 从小就瞎歪歪着 要是能跟沈大在老头面前打一架 刺激刺激老头 拉着沈大一起挨一顿鞭子 肯定爽翻了 然而 他没想到鞭子真抽在沈大身上 他脑子里的第一反应就是 完了 这祸遭不住的 打不得 柳淑云知道自家老爷子 教育儿孙的脾气 只能在一旁抹眼泪 一般这种时候 肘里几个也都自动回避了 不忍看 也拉不住 全家人也都扶老头管教 爷爷 这次不怪二弟 是那三个同学辱骂妹妹 他气不过才出的手 沈老爷子僵在那里 攥着马鞭的手有些颤抖 气头上的这一辫子可不轻 打孙儿轻轻瘦瘦 文文弱弱的 不像二小子皮屎 肯定受伤了 沈小六红着眼眶 死死抱住老头的手不放 撒娇道 爷爷 不要打哥哥 是那三个坏学生 骂我是小野种 二哥才跟他们打的 一听这话 老头怒不可恶 不过这次不是冲着自己孙儿 而是小野种三个字